蜂蜜的结晶是一种物理现象,结晶之后,蜂蜜从液态变味固态,颜色从深到浅,但其成分并没有改变,蜜蜂在适宜的条件下,由于葡萄糖颗粒聚集在一起,便形成结晶块。 蜂蜜在13、14摄氏时最容易结晶,一旦外界温度超过摄氏40度,结晶蜜就慢慢溶解,从固态变成液态,但过不多久,温度下降又会结晶。 白色的结晶是优质蜂蜜的证明优质的天然蜂蜜或枣或碗都会出现白色结晶。 结晶时间因蜂蜜的种类和季节而异。 结晶是由葡萄糖以蜂蜜中所含成分之一花粉为中心而形成的。 因此根据葡萄糖所含比例的高低,容易结晶的程度也就不同。 例如,紫芸因蜂蜜等葡萄糖含量较高的蜂蜜容易结晶,而阳淮蜂蜜等果糖含量较高,所以具有不易结晶的性质。 蜂蜜结晶还能喝吗?蜂蜜的自然结晶纯属正常物理现象,并非化学特性。 蜂蜜结晶的快慢与所含的葡萄糖结晶盒的数量,温度高低,含水量和蜜原花种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常条件下,蜂蜜中葡萄糖的含量越高,结晶盒的数量也越多,结晶的速度就越快,因为蜂蜜的结晶,实质上是葡萄糖从蜂蜜中吸出被分离的一种现象和过程。 从分子论的观点来看,在蜂蜜里葡萄糖分子本来是毫无秩序地运动着的,但在一定的温度下,蜂蜜里葡萄糖超过它的溶解度,成为过饱和溶液时,就有一部分葡萄糖分子在蜂蜜里开始有规则地运动,排列起来,形成一个微小的结晶盒,成为一个结晶的中心。 更多的葡萄糖分子有规则地排列在它的个面,逐渐形成较大的晶体,从蜂蜜里分离出来,结晶集很快产生,这就是蜂蜜结晶的全过程。 因此,结晶蜂蜜对其营养成分和应用价值不但毫无影响,而且使其性质更稳定,吸出的晶体是葡萄糖,非常酥软,而不是白糖,掺糖的蜂蜜沉淀以后用筷子筒非常坚硬。 结晶蜂蜜最好直接食用,也可用摄氏60度左右的热水加热溶解。 当然,像槐花、枣花等少数蜜因果糖含量高,所以很少结晶。 此外,经过超高温浓缩的蜂蜜因破坏了结晶盒,所以一般也不易结晶,但同时也破坏了营养成分,使其价值大打折扣。 假蜂蜜一般是没有结晶的特性。 如果把结晶的蜂蜜装在容器中放入热水里烫,注意不要超过45度,否则会损害其成分,结晶就会融化,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过一段时间又会结晶。 解决的办法你可以将装蜂蜜的瓶子盖紧,连瓶一起放在锅里,加入冷水,将锅放在小火上慢慢加热,注意,要用小火哦,不然会影响蜂蜜的原汁的,等水烫了,结晶也还原成一体了,而且以后也不容易再变块状的哦。 下次看到瓶子里的蜂蜜结晶了,别再傻傻的以为是坏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